I love, I love, I love, 難度不及 晨晨晚安 诶? 那个字怎么念啊? 什么单播的 好酷 第一次看到的字 晚安 冰之南梦晚安 少凯晚安 谢谢少凯分享我的直播间 明金晚安 Andy 劝晚安 乱世 宵爽晚安 其又是企鹅晚安 弊壁 今后一位 仲良心 今后一位 i love your love w i chiba w i n h e s s 1 i love your love oh 晚安 冰之南梦 我打招呼过了吗 晚安 卡丘 晚安 等一下 看一下 留言突然刷很快 后知白晚安 然后 米迦勒晚安 阿梦晚安 诺拉的海影战士晚安 阿泽晚安 爱死晚安 刚刚好晚安 牛排晚安 浪客1877528晚安 李天天晚安 阿哲晚安 阿哲念过了 露露一下晚安 谢谢卡丘领 红A晚安 博弈晚安 博弈你的衣服我收到了 谢谢 我有收到你制的衣服了 谢谢 虽然 现在 好像热到我没办法穿 但是没关系 之后 天气专冷的时候会穿的 美人 不尽 浦克大叔 晚安 变成心向柠檬 晚安 哈哈 大家 这里又是一个难念的名字 啊 龍亦什么字 什么浑的 哈哈哈 那個也一直跟我說嗨嗨 可以跟我說那個字是什麼嗎 奧迎風晚安 哈劉さん 公巴娃 Kabber位晚安 完蛋 這首歌有點重口耶 不行播 換這個 楊雄晚安 張志祥晚安 吳靜晚安 CSH晚安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很多喔 真的滿滿的內容 大家一定要 就是一直守在我的台 滿滿的內容 雖然今天可能因為第一次做這樣子的規劃可能還不會說太精彩 不過 吃了開始大家就習慣一下 我之後大概會有什麼方式來進行直播 習慣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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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我在做今天的 今天要用到的小板子 影好難使喔 影子 很怕寫錯 嗯 嗯 嗯 首先简单的提问 大家有去看我IG的影片了吗 我做了一个 因为我Sakura的小扇子好像不在这里 好没关系 我下一次直播的时候拿给大家看 我发了一个 先离开了 雨露拜拜 拜拜 宫吗 好 可是那个 我可能我刚刚看错了吧 我刚刚以为它下面不是宫 这就是我没有把聊天室展开的后果 其实我有 雨露虽然没有戴眼镜 好像没有近视的样子 可是其实我是因为 有很严重的视差 所以我 那个 可以不戴眼镜也没关系 对 就是我右眼的 我左眼的视力不太好 可是右眼的视力很好 所以 右眼可以看到很远的东西 然后 左眼就是看近的 所以通常 其实好像天 原本就有视差了吧 只是 没有在 刻意的 治疗它的话 就变得更严重一点 所以 有时候 遮着一边的眼睛看东西吗 不然就是 有时候会 如果用这边看的话 会看不到 那种感觉 好 总之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今天呢 我要 先跟大家说我 直播的东西 那 基本上我之后 直播的前十分钟 都会先 留着 跟大家 简单的打招呼 好 简单的打完招呼之后 我会 大概的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要说什么 就是今天我要讲的 所有的内容 所以 我每次直播的前十分钟 都会先跟大家打招呼 还有 讲一下我今天 直播的内容 那 这个 也是给 准时 有 进到我直播间的观众的 一个小福利吧 就是 我以后 只会跟 前十分钟的 大家打招呼 这样子 虽然我以前会觉得说 嗯 没关系啊 后面来的人我也照顾一下 就是 有照顾到 大家都有进来我看 大家都有进来看我的直播 我就都跟他们打招呼 可是 嗯 如果大家都没有差别的对待的话 好像就不会有想要 从头看到尾的那种感觉了嘛 所以 我就觉得 以后的 十分钟 前十分钟有进来的 大家我都会尽量的跟你们打招呼这样 对 我要留个特别拿来打招呼的时间 就是前十分钟 那 前十分钟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 等我打完招呼之后 还有介绍完今天的内容之后呢 我会 嗯 接下来就差不多要进入我的主题了 那 进入我的主题之前呢 我会做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 嗯 小提醒吗 对 虽然是 听起来有点 嗯 这个是 听起来有点严肃的小提醒 不过这个小提醒 我觉得是我每次在做直播之前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是我每次都要做的 那我等一下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小提醒是什么 这个小提醒就是呢 我会先跟观众说 我今天要聊的 所有内容 绝对没有包含对特定人事物的 毁谤重伤或是侮辱 或是侮辱 对 侮辱 仅能代表本人的 本人当时的一己之见 也将会与持各方意见 想法的观众们互相讨论 请大家带着友善的态度 尊重每个人发表的自由 多倾听不同人的声音 本台拒绝使用过于情绪化的字眼 和任何带有强烈攻击性的言论 请观众们自行拿捏 为自己的言论负起责任 一同创造出一个优质有素养的 优质有素养的讨论场所 对 我这是第一次打 第一次打我的稿 我还没有 嗯 校正过它吗 就是 第一次 它大概的内容就长这样子 之后可能会有微调吧 但是我每一次在进 我的主题之前都会讲这段话 来表示自己的立场 绝对是 嗯 没有恶意的吗 绝对总理的那种 好 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因为我刚 我有讲到 嗯 为自己的言论负起责任吗 就算是在网路上的 一言一行 也都是要负起责任的 所以 我会用这样子一个 严谨的态度来看待 才能 安心的进行我 接下来想要讲的内容 OK 我不知道刚刚自己有没有 我刚有讲清楚吗 我把 这个 移回 我刚有讲得很清楚 就是 我原本是要写一个 把它写成 写成像这种东西 然后 放给大家看 是一点来不及 所以算了 那我今天就先念的 以后我就看一下 考虑一下我要不要把它写出来好了 这样每次都可以用 比较方便 好 那么 我 SOP都 讲得差不多了 嗯 比我想总还要快 所以呢 我之后的直播 我会做一个 嗯 我会把每次直播的流程啊 跟时间的分配表 很清楚的写在纸上 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子方便补档的观众 还有中途加入的观众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现在的内容是什么 对 这是一个方便大家补档 或是 嗯 有一些有时候 中途才加进来的观众 才会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嗯 比较好吗 上个进入状况跟我一起讨论 对 因为通常我 嗯 嗯 要讲 讨论事情的时候 我不会因为 有人不知道 现在在讲什么 我就回头重新讲 我觉得这 太浪费时间了 我们这珍贵的一个小时 要 好好的拿来规划 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嘛 对 要 珍贵的去利用时间 应该是利用珍贵的时间 好 没关系 哈哈 总之呢 嗯 我认为 有去做一个时间分配的动作 会让 直播更有效率 还有内容也会比较丰富嘛 对 我希望尽量做到 不让大家感到无聊的直播 所以 有关于这部分 我会努力嘛 好 今天小倩真的很早就来了 我好开心哦 好 小倩很早就来了 太棒了 临终请晚 我今天花比较 我今天特别多花了几分钟来讲 来介绍一下我以后直播的方式 那么我以后可能不会再花那么长的时间 再跟大家重新讲这些东西 嗯 就是什么 嗯 这些都是第一次 因为第一次做还没有熟悉 大家还不习惯我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的方式 所以我才花很多时间跟大家慢慢讲我以后会怎么做 那以后的话我都是一定会固定前十分钟跟大家打招呼 然后跟大家介绍我今天要讲的所有内容 前十分钟讲完之后呢 然后再花一些时间把我前面讲的一定要说的那些什么本次直播谈论所有内容没有包含对特定人事物的毁谤重伤 所以我将侮辱之类的包包包一大堆先讲完之后呢 我就会开始进入主题了 好以后都是这样的方式 那讲完我的主题之后我会想要留一段时间给大家就是讨论吗 因为我 嗯 如果之前有在追我直播的观众应该会清楚说 我其实没有办法边讲自己的话 然后边回复观众的留言 因为我会打断我脑袋的思考嘛 所以我会突然忘记自己想讲什么 因此我现在就决定把自己讲话的时间跟回复大家的时间分开来 这样子我会比较清楚吗 比较清楚自己 嗯 该 就是要 那时候要讲什么比较好 好 脑袋会比较清楚一点 嗯 所以之后我会先 把自己主题要讲的东西讲完之后呢 再留一小段时间 然后让大家发表我对于刚刚 对于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的看法 对 那 要发表的东西是自由的 就是你想要发表什么其实都可以啦 你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 嗯 就是不一定要讨论到我刚刚讲的主题 就是你自己想讲什么其实都可以 就跟正常跟直播的正常跟直播主聊天一样 没关系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可是 嗯 嗯 我通常会希望大家去注意我讲的主题啦 嗯 因为毕竟我的主题也会花时间去想 花时间去写那个 写那个文案嘛 所以 会比较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那边 嗯 如果你有其他想讲的东西也没问题 也可以 在我之后开放给大家 留言的时间讲嘛 嗯 如果是我真的讲我的主题 但是你 也有自己想讲的东西的话 我可能会 没办法 及时的回复你嘛 就是 我会 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完之后呢 我才会再去回复你 那如果 我没有看到你的留言或是 错过你的什么的 你可能要多打个几次 对 等我注意到的时候 我应该就会回复你了 好 嗯 还有什么要讲的我想一下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因为有这个很清楚的时间规划 所以我 在 讲话的过程当中 我要一直去 嗯 注意那个时间嘛 对 我以后应该就会习惯了啦 就是要控制时间这个部分 我要喝个水等我一下 我还考虑到一点就是 因为我直播的时间 有一些观众们 有一些粉丝们 可能都在 上下班的过程嘛 就是 在下班 然后通勤坐车 或者自己开车 骑车什么的 比较不能 比较不能 留言吗 或者是 其实还没下班 然后 嗯 都只是挂听而已 不太能跟我互动 那这个也没关系 因为我前面几乎 都不怎么需要 不怎么需要互动嘛 我都是在讲 我那 我那一个礼拜 准备的内容 所以 其实 前面不太会需要 你留言 或是你回复 那 我真的快要结束的时候 你有时间的话 再来 再跟我互动 没关系 所以我有考虑到一些 可能 有挂听嘛 但是没办法留言的 粉丝们 他们可以 不用那么急着 急着要跟我互动 没关系 我会 之后 之后才 开始跟大家聊天嘛 好 那如果大家 对我 目前的做法 有任何的 想法 看法 或意见 也可以跟我说 就是 我再慢慢的 调整嘛 如果我也觉得 自己有哪些地方 比较 嗯 嗯 比较不好的地方 我也会再做 再进行调整 好 我刚刚要放什么歌 我想要 嗯 这个啦 我在上一次直播 原本有说 我会做一个歌单嘛 就是 我会 去考虑每次直播 要放什么歌 会去想一下 尽量能贴合 尽量能贴合 我每次讲的主题 对 可是今天真的 比较忙 时间有限 所以还没有做出一个歌单 大家 第一次就 第一次就包容一下 之后会比较完整一点 所以 为什么今天 那么没什么声音啊 嗯嗯 为什么今天 喉咙特别累的感觉 我在开一波 22分钟 我的喉咙就快没声音了 不知道什么 好 没关系 那 在进入主题之前 还有一小段时间可以先聊 大家有觉得我 把病法 病法拿起来之后 有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吗 因为 今天还蛮 今天还蛮闷的 说实在 所以我就把 我的病法都 都夹起来 其实我之前是一直不敢 这样子弄起来的嘛 因为 我的脸超级远的 所以 我也需要那两条 两条病法 来帮我 修饰一下脸型 可是我今天就算了 不管 我今天就 没关系就放下去了 然后我就把它夹起来 我就把它弄起来 就 真的很清爽 因为我 瀏海其实就也没有很厚 就这样 包包的一层在这里而已 没有到 很厚重的程度 反正是这两条病法 每次都 每次都是头发最多的一块 就是这两条 啊 为了要 让脸 看起来小一点嘛 所以 都会留这两条病法 我今天就 把它弄上去了 超级远 好啊 没关系啊 本性 藏不住好吗 遮遮眼也没有用的 哈哈哈哈 就是 没办法 骨架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遗传 就是 我不知道欸 大家的 我刚才老雷 手机架弄掉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讲 有些人的脸就是 特别的小 特别尖特别长 让人家很羡慕 那种 它应该就会 很适合这种 没有病法的发型嘛 可是我不行 我就是一定有病法 我之前还有想过一个 嗯 很疯狂的想法嘛 就是因为那天 刚好是培训完 然后我真的很热嘛 然后通常培训完 一直流汗 那个 流海通常都会 一块一块的 然后就是会一条一条的 就是因为汗嘛 然后擦一擦 它就去流 擦一擦就去流 整个人就跟下雨一样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我原本 想说 那要不要干脆剪 眉上刘海嘛 就是 把 把刘海这样子 剪到那么短嘛 眉毛以上 然后就是 我不知道 眉上刘海有一段时间还蛮流行的吧 现在 现在是空气刘海嘛 然后 之前好像 也有什么 狗啃的刘海嘛 就是 嗯 看起来很像剪坏的刘海 可是其实它是一种造型的 那种刘海 我觉得其实蛮可爱的 如果是 适合的人 剪了那一款 刘海的话 看起来反而会很 幼齿 就是看起来会很 空灵 很漂亮嘛 我觉得那个应该 那个刘海应该要颜值超高的人 才有办法做到 就是 可能脸型要很漂亮 然后 五官也要很漂亮的那种 会很适合 这样子的刘海 所以 对我来说可能还是有点 有点 危险的尝试吗 我后来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好 好 嗯 嗯 必须要不要进入主题了 我要选一首 我要选哪一首好了 嗯 好 我今天的 我今天的主题是 这个 我已经先洗好了 可是我现在应该是镜像 所以我要 反过来 如果我这礼拜天生日 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 可以啊 生日快乐 礼拜天生日快乐 可是 嗯 我礼拜五的时候也会直播 你礼拜五来的时候 我会再跟你讲一次 如果你礼拜五也来的话 所以先祝相续生日快乐 谢谢你跟我讲这件事情 希望你礼拜天有好好的去庆祝 希望你礼拜天有好好的去庆祝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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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吗 那 那我把它关掉 这样子就没有了 吧 对不对 好 所以现在没有了 OK 这是我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主题 礼拜五要上班诶 语录 好吧 如果礼拜五没办法来看我的直播的话 那我就 今天先跟你讲吧 好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 自己 怎么克服 网路成瘾吗 那 这个主题我觉得 我今天真的讲不够 我会讲很久很久很久 可是 嗯 我尽量浓缩它 让 我有讲话的空间 然后大家也有 可以讨论的时间 好吗 好 这个主题 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 嗯 我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注意自己 使用手机 或者是使用电脑的时间 会吗 我就是 我会注意是因为 我自从换了 苹果的手机之后 然后苹果的手机 它最前面 都会有一个 什么 你每天使用荧幕的时间 嘛 就是因为我换了苹果 然后 我才会 开始去看一下自己 使用荧幕的时间 那 那 我自己 之前 最夸张吧 就是 嗯 一天 会使用个 十二个小时左右 就是这么久 我自己觉得 十二个小时 是个 很夸张的数字 如果 十二个小时 嗯 不包含吃饭 睡觉 洗澡 干嘛干嘛干嘛的 其实真的是 几乎一整天都 几乎一整天都 在 滑手机嘛 这是一个 还蛮夸张的数字 当然这个是在我 这个是在我 嗯 暑假吗 对就是 很闲很闲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 严重的情况 我觉得那个算是 网络成瘾啊 嗯 因为 我那时候一放下手机 就会 完全不知道自己 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就是 嗯 如果没有手机 好像就不知道要做什么 的那种感觉 但是也不是说你真的 嗯 你真的没有事情可以做啦 就是 你其实除了滑手机以外 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但是 你就是一件事都不会做 知道 那种 知道那种感觉吗 嗯 所以 嗯 该怎么讲 去 我觉得 一个人使用手机 或者使用 电脑 的时间 可能跟他的 可能跟他的 焦虑感有关 就是 因为你有一种 在你身上有一种 很难摆脱的焦虑感 还有 对现实生活的压力 之类的 所以会让你 有 嗯 会让你更长时间的 抛在 手机里面吗 如果自己把 心思暂时的 放在手机上面的时候 就可以 忘掉那些 让人家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就是 嗯 所以 我觉得 嗯 我之前 还没有自觉 就是 我在网路程 那段时间我没有 我对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自觉 我只是觉得自己一天 怎么使用手机的时间 那么长 但是我又 找不到方法 可以 嗯 我那时候又找不到方法 可以 克服它 你知道吗 就是 嗯 嗯 因为我那时候也 刚好 统策也都考完了 我就是真的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啦 其实 那时候 统策也考完了 然后也 还在休息 对 总之真的是 其实没什么事情 可以做 所以我那时候 就算整天 会玩手机 基本上也不会有人 说我怎么样 哼哼 那 那一段期间 我就有 非常严重的 网路程度 问题 我虽然也不想要 这么长 这么长 时间 花在网路上面 但其实我 个人是很难去 很难去 摆脱掉这个习惯的 我一天 还是 早上一起床 就会看手机 然后晚上睡觉 晚上睡觉 睡觉之前 也是看手机 甚至有时候 嗯 甚至有时候 因为一整天也没有做什么事情 所以 睡眠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嘛 就会变成 到了很晚的时间 可能也 还在花手机 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生活 生活作息的状况 出状况 出状况嘛 嗯 好 那 嗯 嗯 虽然我现在 我现在已经 没有这个问题了 可能也是因为我开始忙起来了吧 我觉得 除非是 除非是有外力介入啦 就是 你真的有 嗯 你真的有很忙的工作 或是 你开始要上课了 上班了 怎样的 你一定要去 做 然后你也没办法碰到手机的那个时间 你才有办法完全的 不碰 完全的 先暂时 克制掉 那个情况嘛 但是 只要你一下课 你一下班 或是怎样的 任何自己一个人 剩下的时间 你都会 你还是会继续的 滑手机 所以我觉得 就算你因为工作 你因为上课 然后让你一天 滑手机的时间 暂时变少 不过你 剩下的所有时间 你还是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 你还是 继续的 滑手机 玩电脑的话 我觉得那个也算是一种 网路成名 嗯 已经 嗯 不是时间很长的那种 网路成名就对了 等一下 算是一种依赖吧 依赖性 嗯 花了水 就是你真的闲闲 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你也不会想说 自己要 自己要做 滑手机 玩电脑 以外的事情吧 那种感觉 就类似 我说的 网路成名的状况 好 嗯 所以 我觉得 嗯 其实我后来发现 不会只有我一个人 有这样子的问题嘛 我身边的 身边还蛮多人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 尤其是 尤其是学生嘛 因为 嗯 还蛮多学生 就算 他们睡觉的时间 已经很少了 就是 他们可能 回家 补习完 回家都已经 十点多 十一点多了 他们还是 宁愿 熬夜 然后 玩手机嘛 但是也不会 让自己 早点睡觉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那算是一种 补偿心态吧 就是觉得自己 一整天 都在学校 都在学习 都在写功课 然后你好像 都已经没有 自己自由的时间了 那 等你所有事情 都做完了 你洗完澡 准备要睡觉的时候 你反而舍不得睡觉嘛 你就会拿那个时间来 补偿自己 然后 拿来 做自己 想做 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玩手机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呢 嗯 虽然他们 他们可能也知道 这样子熬夜 对自己的身体非常不好 或者是 他们也知道 这样子熬夜 明天 可能会没有精神 没有体力去做 他们该做的事情 但是 他们就是 嗯 有一个这样子 补偿的心理嘛 会觉得说 嗯 要把自己 我不知道该讲 把自己没玩到的 份玩回来吧 那种感觉 其实这种 补偿的心态嘛 不只是可以用在 滑手机熬夜 这种事情上面 也可以用在 嗯 可能假日补眠啊 就是 你可能平常上班是 时间 上班时间很长的人 然后 没有什么时间 可以好好睡觉 然后假日 就会突然爆睡 爆睡一整天 从早上睡到晚上的那种 就是睡太多 其实对身体也是 非常不好 嗯 还有一个情况是 可能 小时候吧 小时候 童年的时候 比如说 你想要买什么玩具啊 然后 爸妈都不给你买 然后那个时候 你还没有自己的 经济能力嘛 你还没有经济独立 然后 你没有办法 买你想要的玩具 或是 你没有办法吃你想吃的东西 那等你长大的时候呢 你就会特别用力的去 买那个玩具 或是 特别用力的去吃那个东西 我说的只是一个举例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懂吗 嗯 嗯 嗯 你小时候对某些东西 就是一个执念在 不知道该怎么去 形容这个执念会比较好 就是因为人有 这样子的一个执念 嗯 想要去把自己 不满足的 部分 补偿回来 可是用错误的方法去补偿 反而都会越补越大动 的那种感觉 呵呵 嗯 所以呢 就算我今天因为 我今天因为对生活上的焦虑 嗯 而去 花那么多的时间在网路上面 可能 我一天 我一天 玩手机 就是 可能会 都花那种 特定的网易啊 比如说 都会去开 重复开twitter啊 开like啊 一直去看讯息啊 然后看ig啊 然后 看youtube啊 看有的没的 就是一直重复在那几个网站之间 然后 不然就是 一直打游戏嘛 不是有很多那种 嗯 反正就是一直打游戏 不然就是一直 看影片 然后一步接着一步 这样看 然后 还有什么 就是 通常 你不会有什么目标啦 就是 你不会 开手机是为了 做特定某一件事情 你就只是 开手机 然后 消耗自己的 一天中的缩时间而已 嗯 你不是为了特定的某个目的 而去使用手机的 你是因为 不知道自己现在要干什么才好 才去玩手机 好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状况吧 所以我 后来 嗯 后来要自己先意识到 要自己先有意识吧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才有办法去做后面的一个改善吗 哼 嗯 找到自己为什么会一直 没办法控制的去 去 滑手机 就是这个部分 想一下 会觉得说 可能是因为 目前 嗯 可能目前有一些 你生活中 你没有办法 短时间内 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吗 或者是 你生活中 突然有什么 巨大的改变出现 也 也或者是说 你可能有一些 很想做的事情 但是 你不知道 从哪边开始做吗 或者是 你其实觉得 很累 或是你觉得 有点附和不来 然后 一直在那个 想做 但是又不想做的 之间 掙扎 所以 那个掙扎 跟那个拉锯的过程 其实是很痛苦 又很不舒服的 那 如果你想要暂时的去 舒缓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你就会去滑手机 不过 其实靠滑手机来说 舒缓 你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是对 事情没有任何的帮助的 嗯 就是 你必须 嗯 你必须去实际 你还是得去 面对那些问题啊 对 你就算 今天不去解决它 你今天都 滑手机 然后去暂时忘掉那些问题 但是它明天还是会在啊 对吧 所以 嗯 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就算你 把时间花在网路上 你也不会 真的有办法 逃掉那些你该去面对的问题 所以呢 这种时候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就要先从 嗯 嗯 先从清除自己 是为了什么 逃避吧 就是 嗯 你为了什么去 玩手机 当你 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会特别想要 逃避嘛 特别想要 嗯 把手机拿起来滑啊 那种感觉 自己稍微去想一下 自己是什么原因 嗯 好 当你想到了原因之后呢 就开始慢慢的 当然是要去解决它嘛 你可能 嗯 因为通常你会 会让你焦虑到一直去玩手机 应该也不会是什么 小问题啦 一定是那种 很麻烦的 问题吧 就是 短时间就没办法解决 然后又很麻烦的那种问题 需要时间来 需要时间来解决 需要时间来处理的那种 所以我建议 我建议是可以分成 嗯 我的方法是 我的方法是我会在 每一天的 睡前嘛 就是 我通常在 睡觉之前 脑袋都会转的 特别的 特别的快 就是 我 觉得自己睡觉 吃掉之前 我脑袋都 运转的特别灵活嘛 所以我就会利用那段时间去 整理一下我一整天的想法 然后 把它记在备忘录上面或是怎样的 去整理一下自己明天要干嘛 然后我会整理的 嗯 我整理的很清楚啦 就是 我 早上的什么时段要干什么 早上的什么时段要做什么 然后 中午要做什么 下午要做什么 晚上要做什么 我都会 一个一个列出来 然后很清楚很清楚的那种 因为我是 我是真的想法多到 我只要一空闲 嗯 就是 只要给我自由的时间 就是那段没有 那段时间如果没有特定要做什么事情 是很自由 给我自由发想 那种时间 我就会 脑袋突然爆炸 就是想法突然爆炸 哈哈 就是 嗯 会 会 有点没办法控制自己嘛 我很 我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 我做的事情 很常会太投入嘛 投入到忘记时间的那种 可能我 我先预定好 这个时 这个时间 我做这件事情 做两个小时就好了 那 有时候我会专心 投入到我大概做了 我大概做了四五个小时 还是继续做的那种 对 我就是那种 如果没有办法 及时的克制住自己的话 我就会一直 嗯 一直做 一直做 因为基本上我是一个 想法从来没有断过 源源不绝的那种人 所以 嗯 就是 自己 那个兴致一来的时候 会根本没办法停下来 所以我之后就 越来越感觉到 要让自己 暂时停住的那个重要性嘛 对 就是虽然 很专心在一件事情上面是一个 很好的事情 但是 嗯 当你一天 你一天不是只要做那件事情 而是 你有好多事情 应该去完成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 你就应该 这样子 像这样子 把时间分配好 才不会 嗯 嗯 事情永远做不完的感觉吧 对 啊等一下我现在 喉咙真的好痛 等一下 为什么啊 我觉得自己真的超市的去当 研究人员 那种一天只要 一天只要想一件事情 那种 一天只要想一件事情 对啊 对啊 超适合的 而且为整个工作狂属性 就是 就是 就是你看我之前的那个 手作影片嘛 我做一件事情 可以做十个小时 然后 都 没有休息的那种 你就会知道我到底多工作狂 就是 嗯 这是一个缺点 是个优点啦 太过就是缺点的那种 对 所以我 真的 后来觉得要 好好的规划自己的 明天嘛 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我不会当天再来想啦 因为 我每次只要放到当天再去想的话 我一定会 嗯 根本没办法决定一个 就是 嗯 不太能当下决定嘛 因为我当下会有 超级多的 爆多的选项 所以 当你选项很多的时候 你就会很焦虑 对 选择即逝焦虑 这是我 一个非常深刻的体悟嘛 选择等于焦虑 对 就是 这跟 这跟为什么现代人的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也是一个 有关联的 东西嘛 就是 现在人的选择 已经比以前 还要多很多很多 不管是在 职业上面啊 还是在食物上面啊 反正 食衣住行育乐 我们都比以前 有更多更多的 选择了 那 当我们多出了 这么多选择之后呢 因为我们会 我们一定会去想 怎么样 对我们来说 才是最好的嘛 所以我们会一直一直一直去 重复的 排列组合 重复的思考 那 这样子一个思考的过程 会增加我们生活的压力 会让我们变得更焦虑 会让我们脑袋一直 转 一直停不下来 所以我真的觉得 在前一天 就把 就把明天要做的事情想完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就是明天就会 有种 有种 收到明确指令的感觉嘛 就是当你 当你收到明确的指令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安心嘛 你就会知道 哦这个时间我是要做什么的 这个时间我是要做什么的 不用再自己去 一个一个慢慢想 我现在应该要干嘛 比较好 的那种感觉 对 这个真的 这个真的很重要 超重要 嗯 所以我现在都一定会把 我现在一定会把 自己 明天要做什么想完 嗯 然後 还有什么 嗯 当我这样子做了之后 真的 开手机的时间 会变得非常的少 就是 嗯 因为我 我基本上每个时间都有自己 安排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不会有种 没有目标的感觉嘛 就是 不会有种 我不知道现在要干嘛 然后 我觉得很紧张 的那种 气氛 就不会想要去开手机 反而是有什么 重要的讯息 或是 有什么通知的时候 才会把手机打开 那 这样子的话 我手机 使用的时间 从以前的 十几个小时 到 现在的 可能一天就 最 一天就 我看一下 嗯 假日的话 比较少用 假日的话 可能就六个小时左右吧 对 直接少了一半 嗯 平日的话 因为还有一些 没办法 平日 太多事情可以在网路上面处理的 所以 我可能还是会用个八个小时 这样子 对 哈哈 我觉得还是有点久啦 希望我 之后可以把 那个时间用到精简嘛 嗯 嗯 必须开才开 的那种程度 对 这样子也不用 这样子也不用 担心出门的手机也没电啦 而且 我现在 就算会用个 就算用手机会用 八小时 或是用六小时 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在听歌啦 嗯 我喉嚨快不行 哈哈哈哈 等我一下 大部分的时间其实用来听歌 所以 我真的跟以前相比起来 状况好超级多 而且 其实 嗯 这样算一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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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好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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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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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嘛 如果 从你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 再来去想解决的方法 然后再来就是 着手进行嘛 就是 改善 尝试改善它 要改变自己 做事的习惯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 很困难的事情 对 改变了之后 就是 你要去习惯 嗯 你要去养成另外一个习惯是 很蛮困难 而且中间可能也会有 蛮多次失败的时候 不过你就是要 嗯 不能放弃嘛 对 不能再 回到 让自己打回到以前那个样子 嗯 就是要有 要有耐心的去慢慢的 用自己 适应的过来的方式去 去 改 改善它 所以你没有发现我现在 嗯 我这几次的直播也不会 延播的这么严重 我以前都会 延播个半小时以上 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 因为 有 嗯 都会有很多事情安排好嘛 所以我就不太会喜欢延播 我就会 嗯 什么时间该结束 就要结束了 我现在就会很 在意这个 这件事情 什么时间该结束 就结束 然后 嗯 嗯 还会有下一次嘛 对 所以我就会 还是会准时的关播 大家习惯一下 我不会再 不会再 那么夸张的延播了 嗯 好 我会再聊到快要吃一点啊 什么的 我觉得就太夸张了 那个就是 可能我之前 嗯 还没有改掉习惯的时候吧 好 对我现在越来越准时关了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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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 我刚刚讲到哪里 哦 我其实花了 嗯 花了多久啊 我也花了快 我应该也花了半年吧 在解决 在解决自己 在 手机上 在社交媒体上的问题 不过 社交媒体 手机 网络 还是会一直给你带来很多新的 不同的 不同种的压力 自己要 遇到不同的压力的时候 就是自己要 再去想要怎么去调试它 对 我们现在 环境 变得很快嘛 那 会有遇到很多 各种 自己以前没有遇过的问题 那我们一定要 然后 时时刻刻的去想 时时刻刻的去想 自己要怎么解决才好 而不是 让自己 就是 嗯 跟着那个问题一起摆烂下去嘛 这样子 对 不要这样子 呵呵 要 嗯 嗯 着手改善自己的生活 对 因为 老实说我之前还没有改善 自己网络成型的状况的时候 我会有种 我会有种生活不是自己在控制的那种感觉 就是 因为那时候就很无力啊 很空虚 然后 又 没有目标感 而且 除了自己的无虑空虚感之外 还有那种 自己真的很受不了的焦虑 压力 嗯 才会 想要逃到网络世界还蛮理所当然的吧 对 所以那时候就沉迷了一段时间 不过之后有 之后有透过自己的 努力跟意识慢慢的 慢慢的改过来 要 嗯 自己有想到这件事情 然后自己有 改过来 呵 呵呵 好 呵呵 呵 左手 不是 左手 呵呵 左手 那個左手 你明明就听得懂 为什么要这样 呵呵 好啦 嗯 那 我之前 网络成型的时候 我就有种自己生活 都是被控制 都是被 嗯 不是自己在掌控的那种感觉嘛 其实那种感觉是还蛮不好的 对啊 长期生活在那种 嗯 长期有那种 长期 保持的这种生活习惯 其实真的对自己的 自己的 身体很不好 对自己身心云健康很不好 然后 我 刚刚有讲 哼 有很多学生也是 都是这样子的情况吧 就是 可能 因为我家 附近就是国 哦不是 嗯 就是这样 是我 嗯 跟我妹同龄的那些同学啊 跟我妹同龄的那些同学也是 嗯 常常一起打游戏 打到很晚 对 虽然我都会控制我妹的那个 睡觉的那个关灯的时间嘛 对 我就会叫她早点关灯睡觉 不然她应该 也蛮常打到半夜的 对 她就是 嗯 她们同学可能很多都要补鞋啊 都要干嘛的 然后 都其实 生活的 那种 压力吧 也是很大的 学生的压力 所以她会 就只能用晚上的时间来 弥补自己的那个 心理状态 嗯 嗯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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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彼此 要去要求他 那他就會完全毫無限制的去玩手機 不管是現在的國中生跟國小生 還蠻多 就是我認識的人 或是我身旁的人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真的很嚴重 真的很嚴重 大家身邊可能也會 有一兩個這樣子的親友吧 或是一兩個這樣子你認識的人 就是真的很沉迷在網路上面的那種 好 那 如果孽覺的這樣子不太好的話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今天講的方法不一定對你有用 因為我今天講的方法是我自己想出來 比較適合自己的方式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改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的話 你可能也要自己去思考 怎麼樣是你比較能夠接受 你比較能夠在短時間內做起來的方法 我覺得能在短時間內做起來的方法 就是輕鬆 又適合自己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這個部分整你自己去想 我沒有辦法提供給你太多的意見 好 那我今天的主題大概就講到 我今天的主題大概講到這邊 差不多 接下來剩下的一點點時間 我會開放給大家講 你們對於我這次主題的想法 或是你們任何想講的東西 然後等時間差不多之後我就會關播了 然後等時間差不多之後我就會關播了 來念鑽石綁然後關播了 對 希望我今天準備了豐富的內容 大家就喜歡 我原本 我原本是計畫說 一次直播可能可以講個三個主題這樣子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一個主題可以聊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因為 我光是一個網路攝影的問題我就可以聊 我其實就可以聊 兩三個小時我覺得都不是問題 就是你就會 你就會知道我到底 腦袋裡面到底有多少想法 但是 爆炸多 多到我整理不出來的那種 我濃縮成這樣子已經是極限中的極限了吧 對 還有一個是礙於我口 我口條的問題吧 對我口條不是這麼的 不是這麼的好我覺得 有一部分是因為鏡頭 有一部分是因為我自己習慣的方式是 用網路打字的方式去 去整理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靠 而不是靠講話吧 其實 這個還蠻 還蠻現代的問題 就是 現代人溝通的方式可能還蠻多是透過打字嗎 對 可能 講話 用講話的方式去 好好的表達出自己 內心所想的東西 並不是這麼的 嗯 那麼的長被訓練到 對 雖然我不能把自己口條不好的問題 灌在這個上面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被現代科技影響帶來的結果啦 好 的確在網路上打字可以一直這樣修改 會方便很多 但是你 像這樣子直播直接對大家 沒有時差的講出這些話是 需要很多的思考 嗯 它不能 它不能等你滿意了之後再送出去 就是它不能像簡訊一樣你打好了 確定好了再送出去 它是 即時的 你現在想什麼就是講出什麼 那這個部分會讓自己多了一些緊張 然後 直播的時候在鏡頭前面也會多一些緊張 那口條自然就會變得很差 對 口條自然就會變得很差 但這個部分會再適應 好嗎 接下來給大家 給大家自由發表 對於今天內容的想法 然後我可能會挑一些 我可能會挑一些有趣的來回覆吧 哈哈 其實大家應該都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但有沒有決心去改善又是一個問題 是啊 當你把 當你把改變自己的習慣這件事情想得太困難的話 就自然很難去改 真的 什麼 真的我覺得 做得很爛都比什麼都不做還好 我這幾個月一直在深深的體會這件事情 做得很爛 比什麼都不做還好 就是 嗯 我這個又是可以再講另外一個主題 我真的 這個 這一句話 這一句話 我又可以再聊個 兩三個小時 做得很爛 比什麼都不做還好 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現在 很多 很多事情不是取決在 未必是取決在你做的有多好 而是取決在你有多願意去做 對啊 很多事情 的重點 其實不是說 你的能力多少 而是 你怎麼去 嗯 你做這件事情的一個想法跟態度嗎 對啊 未必 未必 老闆未必 講老闆好像很 很 該怎麼講 我不知道耶 我不太喜歡講這種話 反正 嗯 雇用你的人 就是挑選 挑選 在挑選自己員工 那些人 他可能不一定 會想要 能力最好的嗎 但是 他可能會比較 願意去採用那種 他覺得 比較積極 比較願意去做這件事情的人 比較不會 就是 比較不會有一種 就算你今天能力很好 你可以把這件事情處理得很好 但是 如果你的想法 或是你的態度 就是一種 嗯 嗯 我不想要做的時候 我就可以不要做 或者是 我覺得很累 我覺得很煩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件事情 放棄掉的那種人 還是不會被喜歡 不會被重用 的感覺 對吧 我自己 我自己的想法 是這樣子 對 做得很賴沒關係 就是 主要是你 有沒有那個心 願不願意去 把這件事情做好嗎 對 對自己 要做的事情 負責任吧 對自己要做的事情 求一個 盡善盡美 就好的 態度 是還蠻重要的 Yuki Yuki Yuki玩 Yuki好可惜喔 你沒有看到我今天 欸 你有看到嗎 我今天 講了很多 我之後 只不知道做的事情嗎 哼 哼哼 哼哼 我都是靠睡覺 玩遊戲 玩手機玩遊戲 一直自己 不要想那麼多 這是因為我之前自己 也是這樣子啊 你 尤其是 現在的 現在那種 讓人家 沈迷的 手遊嗎 比如說傳說對決 或是什麼 極速淋雨 還是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講的都是Garena遊戲 反正 沒辦法我身邊的 小朋友就是都在玩那種遊戲 就是那種很刺激的 很可以刺激 同時可以刺激腦袋 但是 又不會 讓你產生焦慮感的 那種東西 就會讓人家一直投入在裡面 花時間在裡面 對啊 因為其實 有時候 其實對人類來講啦 完全的腦袋放空 是幾乎做不到 幾乎做不到 而且很痛苦的 一件事情吧 對 就有點像把人關在一個 白色的空間 完全什麼都沒有 白色的空間一樣 讓人 不去思考 任何事情 其實是很 困難 做不太到的事情 對 所以 通常會利用那種 有 視覺效果刺激 聲光效果 刺激的遊戲嗎 或者是 任何刺激的東西 去 讓人一直沉迷在裡面 對 所以 也不是說自己 就不會 自己去玩手機 就不會想很多 而是 想一些讓你 比較不會產生 焦慮的東西而已 嗯 那 真的要幫助思考的話 其實是 嗯 需要一些 嗯 需要一些 不怎麼需要腦袋的 不怎麼需要腦袋 但是可以讓你 稍微運轉的 小方式吧 這個有點難解釋 就是 怎麼講 比如說 比如說 指尖陀螺 指尖陀螺是一個 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用手 去撥它 它就會轉 的那種玩具嗎 那這種東西其實是非常 有 意義思考的 就是 非常能夠幫助你 整理思緒 或是 整理一些你覺得很難 很難整理的想法 就是 當你想到很煩 然後覺得 嗯 腦袋有點打擊的時候 其實去做一些那種 小小的 其實不怎麼需要 不怎麼需要動腦的那種小動作 可以增加自己 增加自己 那個思考的靈活度嗎 對 比如說 我自己在 我自己在 寫考卷 的時候 我會有 嗯 念書的時候吧 我會有轉 我會有轉 筆的習慣 就是我自己會有轉筆的習慣 然後 轉筆的習慣之外 我還會有轉 那種 那種鑰匙圈啊 就是 這種鑰匙圈 我也很喜歡轉它 可是轉這個實在太 太引人注意了 我通常不會這樣子轉 不然其實這樣子轉 是我還蠻喜歡的一個動作嘛 很簡單 又可以幫助思考 還有一個是什麼 我在思考的時候會 我會 忍不住去摸手吧 就是我會去碰手 或是碰眼 有時候直播的時候 應該很好觀察到 我緊張的時候會摸多 或是摸下巴摸嘴巴那裡的 所以 人在思考的時候 有一些動作可以輔助你 讓你更 更好的 更清楚的 去整理你的思緒吧 讓自己 改個方式 不要靠 不要用 玩手機這樣子 你比較 沒辦法 從 你比較沒辦法去 控制自己時間的東西 來 來 阻斷你的思考 換個別的方式 會比較好一點 最近也有點被這個問題困擾 謝謝雨露 謝謝 我真的最喜歡聽到這種話 最喜歡聽到這種話 很有趣的話題 對吧 就說小千應該都會 小千應該都會喜歡我準備的東西 因為我準備的東西真的 除了讓我自己思考之外 我覺得也蠻能夠讓觀眾去思考到的 嗯 我喜歡這樣子大家一起動腦的 這樣子的一個直播內容 呵 真的很不聊 還蠻有趣的 說不定我關播了之後 你可能還在繼續想這個問題吧 對 因為我會講的 通常都會跟你 生活中 生活中就會發生的事情有關係吧 只是大家 可能 不會花時間去討論 或是 嗯 我不知道 自己得不出一個結論的那種東西 說不定大家一起講 大家一起 在這個時間討論的話 會有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是 你會 得到自己的解決方法 我覺得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直播內容 我 就是有一段時間呢 都沒什麼直播內容 就是 沒有什麼特定的直播主題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 那段時間真的還蠻忙的嘛 然後 然後 又覺得說 嗯 不知道該怎麼講 自己也沒有辦法 像以前一樣 這麼瘋狂的 做一大堆事情 自己現在比較克制啦 不知道 就是 沒辦法再回到以前那樣子 做一堆瘋狂的事情的時候 所以就會慢慢的覺得 慢慢的覺得自己直播這麼無聊怎麼辦 然後 然後 就很 就很 那個想法就很 嗯 天人交戰啊 就很 很多想法在那邊 轉啊 一方面覺得說 自己 其實也不是專業的直播主 然後自己做到這樣子 已經 還 已經還可以啦 不用要求自己這麼多 然後 一部分又覺得說 但是直播是我已經做這麼久的事情 而且 也是目前唯一可以跟大家 接觸的一個方式 那 我真的應該要 好好的去想 該怎麼去做 做好這件事情會比較好 對 一方面會這樣子想 對 然後 另外一個 嗯 然後有時候又會覺得說 嗯 該怎麼講 其實有時候粉絲可以 看到我 然後跟我講個幾句話 他們就 可能還蠻開心的 不用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嘛 不用給自己那麼多 的 不用給自己那麼多的負擔吧 就覺得自己平常已經那麼忙了 不要再 讓自己有更多 更多 嗯 其實沒有那麼必要的負擔 的那種感覺 可是就會覺得不行啊 我果然還是想把直播做好啊 因為那麼多人是透過直播才更認識我的 那我是不是應該去更認真的去看待直播這件事情 不只是把它當成 嗯 工作嘛 就是 當成你去 跟粉絲經營 經營感情的一個方式 對 是透過 只是 方式是透過直播而已啦 但是 是不是透過直播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 本來就是應該 去 找各種方法去想 你應該怎麼去跟你的粉絲 培養感情 所以我 目前的想法 就是決定說 把它當成一個 類似談話節目一樣的東西 好好的去 規劃它的主題內容 然後 好好的去分配自己的時間 這樣子 把自己的 這個 越做越好 對 呃 火龍真的快爆了 呃 呵呵 對不起 我沒辦法去minicone要上班 啊 所以我那天沒辦法看到修哲了 啊對 那個 修哲我已經 我也已經收到你的 禮物了 應援提 謝謝你 我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上面的那個 羊頭跟氣很可愛 謝謝你 話說今天的造型好可愛喔 真的嗎 哈哈 你覺得我是 我之前還蠻不敢把病髮漿弄起來的 可是今天就 熱到我 放飛自我 就直接還是把它弄起來 對 然後熱了 所以我衣服也就是 穿很少 不然你也知道 雨露平常是 包緊緊的一個人 那真的熱到爆炸的時候 悶到爆炸的時候 才會 穿這麼少嗎 好 沒辦法去minicone也沒關係 嗯 嗯 我們之後 有活動的話 還是可以再見面的 不用太難過 我們會再見面的 喔另外要跟雨露說一下 研究人員是有目標達成的 我不是只有一件事情 這個 這個這個 我剛剛好像 嗯 講的有點不對吧 對 那 我想要表達的是說 就是 嗯 自己 非常容易的 嗯 其實是非常容易 高度專注 的那種人嗎 對 所以 我剛剛可能對研究人 的部分 有一些地方是講錯的 對 這部分謝謝你也糾正 對 但是我想要表達意思 其實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 對 那今天 那今天 欸 畫得很醜耶 希望別嫌棄 原來那個是用畫的嗎 我覺得很好看 原來是用畫的 我覺得很好看啊 而且顏色也都有特別的選過 好 那今天 我來念 完正食堡之後 我就要去吃我的晚餐了 你知道我真的詳細到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真的詳細到 我連那個 可能 明天要吃什麼 都會先想好 因為 在減肥的期間 其實每天要吃什麼 是一件 真的非常困難的事情 真的很 燒腦 你要去想 你這樣子吃下去 一天的 熱量跟營養素 有沒有均衡 有沒有達到標準 真的是很困難 然後你又要想價錢 然後 你又要去哪裡買 然後要花的時間有多少 對 這個過程 每天這樣子一直 循環真的太痛苦了 真的 所以有時候我在 前一天就想好 對明天來說 會減少很多的負擔 像 我已經想好我今天的 我今天的晚餐要吃 橘子 橘子跟什麼 橘子跟 飯糰嗎 就是小飯糰 對 那 想好之後 就 不用 再花那麼多時間去 思考嘛 就直接去買就好了 真的很方便 今天要吃橘子 好 來念今天的鑽石版喔 今天的第18名是 哈利桑 第17名是 卡丘 16名是 15名是 阿米 14名是 威威 13名是 櫻桃貓 12名是小白兔 11名是小千 小千頭這樣那個 刺青也沒有換掉 好 第10名是 那個龍 龍 藝 紫 紫 那個不是念公耶 它龍的下面是一個很像 腰還是天的東西 然後什麼的黃 就是那個字 好像不是公 是別的字 先跳過 第9名是 第9名是 落日一下 第8名是 CSH 第7名是 新鮮檸檬 第6名是 SAKURA 第5名是 博弈 第4名是 Akira 第3名是 修哲 第2名是 新鮮 第1名是 Morthing 恭喜你們 然後新鮮好像是第一次出現在 我前三名上面嗎 第一次看到新鮮的名字 感謝你 以上是今天所有的 鑽石榜 希望大家 喜歡我今天準備的內容 然後下一次 禮拜五的時候 我會再準備 另一個 主題 來跟大家聊天嗎 請大家期待一下喔 嗯 席嗎 那個念席嗎 所以是 我看一下喔 所以是 容易 只喜歡 一字好難 謝謝你告訴我 好 那這樣子 今天就要結束囉 大家掰掰 記得 支持 SAKURA 想要 想要看到 SAKURA的 HASHIRE PENGIN的 MV的話 請支持 SAKURA組 掰掰 謝謝 宣傳片超棒 那就分享出去啊 分享出去 然後 或者是留言 讓我知道你的想法 這樣子 掰掰 我都會看喔 雖然沒辦法回覆大家 不過 大家在IG底下留言 我還是都會看的 大家喜歡的話 就留言吧 就分享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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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跟妳的 我們可以看